3月30日,由李小璐、马苏仁忠、曹炳坤主演的家庭情感剧《AA制生活》在今举行了开播发布会 在《AA制生活》中,李小璐搭档仁忠演绎了一对80后小夫妻婚后过期《AA制生活》所面临的各种烦恼 而现实生活中的李小璐,看起来却对《AA制》并不怎么在意 也要分情形吧 对,就是虽然刚才只是一个做游戏 但是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任何两方,任何一方出现困难的话 我相信对方都会,既然两个人是一家人了,都会去出手 然后就是出钱啊,出力也好 我觉得对我来说不会分那么死 在不久前,李小璐还被爆出好事将近,有望在年内步入婚姻的殿堂 但在当天接受采访时,李小璐却否认了这一消息 不过李小璐并未将话说死,而是表示 如果两人准备好了,会告诉大家好消息 我们都没听说过 对啊,这饶了我吧,这每次都问我 他知道,问他吧 他说是吗?他指名道姓了吗?我得回去问问他 说不定他们想给我惊喜吧 对,我这你看我两手空空,还没有好消息会告诉大家 那自己什么想法啊? 这个感情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对,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那你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求婚呗? 不是,这个东西就是,我希望两个人准备好了 然后再说,然后没准备好的话就说 就是没,就等于欺骗大众吧 酷流娱乐北京报道 对,你真是你这个老欺的身份 我好想走 我好想我 我好想我